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平平无奇的绅士爱豆 你们是不是更加打死不出坑 要粉他一万年呢 前天应该是全北京人民的狂欢之日吧 因为北京终于下雪了 这2018年的出雪 还炸出了两个兴奋的男神 第一封晒出一张手里捏着一把雪的搞怪自拍 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打雪当去了 很久不见的杨阳同学 还曝光了一段女友视角的出雪视频 这美好的素颜 调皮的小表情 吹得大家小心心通通乱跳 也许男神们总是见雪就憨 前几天吴亦凡还在微博 分享了自己夜间滑雪的帅气背影 而王俊凯庆祝下雪的方式更加凝湿流 他直接玩起了跳雪运动 一头扎进雪里的模样 实在是挺活泼可爱 那么你们更想跟哪一位男神一起看雪玩耍呢 今天是大家的开心果 后知姐谢伊林的生育 今年她用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方式来献身 她在深夜突然破出一张卡通简柄画 花上是满脸笑容的她站在箱子上 身边有一个帅气怪 两人旁边有一个大大的爱心 写着Garing and Lynn 她兴奋地宣布自己脱单了 而且已经迈入了人气时代哦 这样毫无预警公开昏迅的节奏 让网友们都蒙圈了 评论底下除了祝福就是问号脸 还有多年粉丝感慨 一直拿自己单身来调侃的后知姐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Mr.Line 果然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不少网友纷纷开始猜测 这位Green先生难道要和后知姐组成 陆里好汉CP组吗 希望后知姐早日把这位Green先生带出来 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起接受大家的祝福吧 如今娱乐圈的油腻兄弟情 已经悄悄地蔓延到了中年圈 那其中翘楚当属TFLawboys 前两天郭金飞出席某颁奖典礼 上台的第一句话居然是Cue雷佳音 一句雷佳音我拿了 还妥妥地上了热搜 简直腻到令人发指 那既然这样 我们也只好请出另一个铁三角组合 或许他们的甜蜜日常也能和TFLawboys放在一起 杠一杠 这个周末播出的2018电视剧品质盛典 让我们再次见识了铁三角张铁林 张国立王刚的超强护怼功力 这哥仨一出场就浑身带戏 我们情绪都还没酝酿好呢 就直接进入了铁齿铜牙季晓岚的斗嘴花絮 老季最近特别忙 现在跟咱俩不一样了 人现在是综艺大咖 各台的节目都找他主持忙得很 你说他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他不好好地跳着广场舞 居然在这忙着挣钱 他这些毛病都跟谁学的呀 那还用问 凡是跟钱有关系的毛病 都是跟何大人学的 我说大兄弟 真心建议你们去德云社 一人借一套黑大褂 开个小剧场 你们看看直观群众的反应 这带着视频狂刷屏的劲儿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转发的是流量爱豆的作品呢 这势头完全可以跟 现在最火的中年组合 TF老怪死刚一刚啊 毕竟这格仨除了品质盛典上 对了一整个开场 在王牌对王牌中 也是不遗余力地 要给对方会心一击 来了 哎呦 吓我一跳 我再和你半天 你装听不见了 哪有这事啊 这不刚刚入下吗 宫里的蛤蟆叫的声音带大了 我还正琢磨着 哪来一蛤蟆叫这么难听啊 看看何大人听完这话之后 可怜无助又弱小的小表情 季晓来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 好在屋里何大人 还有皇上的宠爱 你受到委屈才替你吵回来 怎么样浪漫的环境能够求婚 邓老师答应您的呢 好像没有这个形式吧 没有 没有吧 也没求婚 结婚了没有 确认过眼神 事想对的人 这份塑料兄弟情 真的能算是娱乐圈 最远古时代的您是柳呢 来来来 赶紧瞅瞅当年的案发现场 他在一块也特别好玩 很热的 真逗闷子 互相踩过 嘲讽 这个 咱们在节目里是这么说 其实是妻子 其实是妻子 说这都说了什么级别的演员 王刚刚一集都一千多呢 你想想 这成本太高 为什么说上的总是我 给张公立脸磨点粉什么的 他看黑了现在 他以这个伤害朋友为己任 对 我上次那什么戏他办的 对 只要伤害了我 他就高兴 我跟何大人一起拍戏 拍了 很多年 他演和珅呢 演的是出神如画 跟角色后来都相融合了 这话不爱听 哇 真是 有时候真的真的 我现在还心有一句 搞不清啊 他是捧你呢 还是砸你 关系也不怎么好 但是应观众的热情要走 又不能不拍 工作也有个事业 国力责任心也强 今天每回呢 在一块的桌衣 为了大家好 为了大家好 是不是 要不你怎么落一个 劳动模范的称号呢 劳动模范称号是说我烂戏拍的播呗 顶级的手工 手工鞋 不是上次你送我的吗 你居然也穿到这个等级的皮鞋了 我才能穿的你知道吗 当然了 温情时刻也是有的 之前电视剧好久不见的发布会上 张国力晒出踢足球的照片 还特意指出 邓杰暗绰绰的秀了把恩 邓杰 到了王牌对王牌里 更是补办了一场婚礼 张恬林现场送上祝福 好感人 好温馨 不过最后张国力怼他的那一下 还是暴露了他们有意的本质 我们大家见证了 你们几十年一路走过来的辛苦 所以你们两个人站在这个地方 不是年轻人的一个简单婚礼 它是一个世纪之约 是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新生活的里程碑 我祝福你们 谢谢恬林 谢谢 认识你这么多年 就这段话说得靠谱 这样喜闻乐见 永远不会凉凉的 塑料兄弟日常 邓杰暗绰真的是愿意 看上一百集啊 跪球铁三角 多多互动 多怼多帅气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是不是觉得还没有看过影呢 那就赶紧扫描我们屏幕上的 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只要你来看 就会有更多的猛料趣闻 等着你翻牌 那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最大的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明天十一点半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